小時候來的時候 他們都這麼小 那我們帶他們出去 都很懷念啦 這些小孩子 不是還記得嗎 一個一個都記得 怎麼可以不記得 看著20多年前的照片 每個孩子都鮮明的 在王老師的腦海裡 這都是你的宝貝 這些照片 對... 他們現在都在按摩 當年 為了讓這一群視障的孩子 能夠透過音樂 找到更多快樂 王老師創立了合唱團 還親自編寫點字樂譜 從譜號開始 然後吊號 拍號 然後開始 這一個音是怎麼樣的唱法 然後再下去 可以了嗎 阿姨 清姓 哈囉 好高興喔 謝謝 你今天沒有去工作 今天沒有上演 那時候也... 青春期就比較害羞 也不知道未來的目標是什麼 可是是老師的幫忙 就是你之後 我再試一下 不要怕 就是我不要怕 再試一下 再試一下 讓我在一年學到東西以後 勇敢 朝著唱歌去比賽 然後到現在追夢 他小時候小小的好可愛喔 很小就很會唱歌 很愛唱歌 在做街議啊 對啊 然後有助唱啊 邀請啊 那個... 婚禮啊 什麼他都會去唱啊 而且越唱越棒 在學生家長眼中 王老師的愛全年無休 然後七點你一定看到他在學校 晚上都很晚才有下班 學校下課以後 他不會馬上回去 他還是留在學校裡面 就叫他們合唱團 雖然退休兩年了 他還是常常回到學校當志工 他願意還是回到學校裡面 用帶社團的方式 繼續讓他的一個專業能夠發揮 我覺得孩子可以從他身上 學到很多的東西 40年的老師生涯 他選擇陪伴這群特殊的孩子 走出光明的未來 我希望我能夠看到他們每一個學生 都是有自己的偏見 能夠走出自己的偏見 敬禮 謝謝老師 老師再見